嗨 大家好 这一支影片要练习的是异形塔 那这一种高塔或者是超高层容建筑 或小规模一点的造型柱好了 我们可以透过先设置多个高度的断面 用Scale Rotate搭配GraphMapper来做造型上面的变化 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到Curve标签底下这边选择Polygon 在半径这边我们先给假设12 然后目前这边是六边形 那我想要它是三角形 我们在这边输入3 那接着我想要它连续的往Z轴多个移动 那我们就到Transform标签底下先选择Move 然后我们使用Series搭配Z 好那在Series的Step这边我们先输入3好了 然后在Cult这边我们先输入20 好那我们把Polygon送进来 然后再把这个连续的Z也送进来 这样的话就会连续往Z移动三个单位 然后总共移动20次 好那接着呢 我希望它逐层旋转角度假设5度好了 我们到Transform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个Rotate 我们要旋转的是这些每一个三角形 以中心点旋转 我们如果要取中心点可以到Surface标签取这一个Area 好先把它送进来 这样取的每一个中心点之后 先把它送到这个P的位置 那在A这边我刚刚说希望它每次旋转5度 那我们一样可以用Series 一开始0度每次5度 所以在Step这边我把它输入5 那总共要计算几次 我们这边的Count跟这边的是一样的 我直接把它送进来 然后一样把它送到这个Angle里面 那它这边的Angle预设是Pi的单位 所以我在这边按一下右键我们选择Degrees 让它是以度数来做旋转 好这边先做隐藏 那这样子的话就做好每一个逐层的旋转了 那旋转完之后呢 我希望它可以有一些有大有小的变化 那我们可以先到Transform标签这边选择Scale 那我们要缩放的中心点一样是这个Area 我先点住电池然后按住Alt键这样复制一个过来 然后是以这个的中心点做缩放 我一样先把这个Dramatur先接过来 然后在Factor这里 它现在每个是固定缩放0.5 那我想要它有大有小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的是GraphMapper 我们到Parameter标签底下这边选择GraphMapper 那我们可以直接利用前面这个做角度旋转的序列 我们来让它做GraphMapper的依据 那GraphMapper做过很多次了 相信大家也很熟悉 我们先把这个Series TotalRemap Numbers 变成0到1的范围 首先我们会先去要取的这个Series 它最小到最大的这个Bounce 把它送进来是我们的这个SourceDomain 那我们的Value就是这里 好之后可以直接把它送到GraphMapper 我们在这边按右键 我这边先选择假设高斯好了 好好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缩放成0到1的范围之后 再重新用一次Remap Numbers把它放大 我把这个Value送进来 那Source预设是0.1就不更改 在Target这边我们把它输入一个Domain 那这个Domain的数值呢 我这边先给它分别是1跟0.5 好 我分别把它送进来 稍微移动一下这个Scale 然后我们把这个缩放成1到0.5范围的这个数值 重新将它送到这个Factor里面 好我先把这边的隐藏 这么一来呢就完成缩放了 那接着呢我们可以先将这个形状暂时性的先Loft起来 来看一下它整个外观的轮廓 然后我们到Surface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个Loft 好先把它送进来 这个我先隐藏 大概是这样的形状 那我想要它再稍微微绿一点 我把它改成选择这个Conic 好 那这我就先隐藏了 我们回到这个Scale的线段 那接着呢我们可以将这每一个线段来做分点 我们可以到Curve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个Divide Curve 好我先把它送进来 那在这边N的这个Count这边预设是10 我们可以先把它调整成20 让它稍微密一点 调整完点的数量之后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个顺序的排列 它目前呢是这样子是一组 这样子是一组 好我找一下0的位置在这边 那它现在是横向的是一组 那我接下来想要做的是 我们把每个0的这个位置 需要把它这样子串起来 所以呢我们会需要用到的是Flip Metric 我们到Set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个Flip Metric 好我先把它送进来 这么一来呢它的资料结构 就会被翻转 它就会变成是所有0的 原先在0的这边会变成是一个资料架 原本是所有1的这边会变成一个资料架 变成是0,1,2,3,4 变成是直向这样子的排列 好我们可以直接来先做画线看一下 我们到Curve标签底下选择这个Polyline 我们如果先用这个翻转前的话 它会是直接做这样横向的连线 那如果我们是使用翻转后的这个资料结构呢 它就会变成可以做直向的连线 好先把这个删除 那这样我们就画好这个直向的连线 那接着呢我想要的是 我们来画这个斜向的 也就是我这个0 想要连到这个1的位置 每一个这个0都想要连到1的位置 那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一颗电池 叫Relative Item 我们到Set标签底下这边选择 Relative Item 好我们先把它送过来 那Relative Item的话 我觉得它跟Shift List有点像 我们的Shift List 它是针对这个资料顺序的一个偏移 这个在前面有练习过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目前是这样 它会这样子偏移 那如果是Relative Item的话 它是可以针对Tree结构顺序排列的 一个偏移 然后也可以包含里面Item顺序的偏移 好我先把它接回来 这个先删除 那我们要偏移的话 可以在Offset这边提供它偏移的规则 我们先给它一个大括号 然后这边输入加1 表示我的Path的顺序 我每个要往后偏移一个顺位 好这边再一个大括号 我把它先送到Offset里面 然后我们要偏移的Tree呢 是前面这边的这每一个点 Fleaf Metric这边后面的这每一个点 我们把它送到这个Tree里面 那我们可以先来观察一下 它原始这个Path编号的排列 我们在Set标签底下这边 我们给它一个Tree Statistics 它的这个Tree的资讯的统计 好 然后在这后面这边 我们给它一个Text Tag 3D 好 然后这边的话是我想要看的Path名称 现在前面这边有一些重复的0 我在这边先按右键Simplify 让它保持是比较干净的一个资料夹编号 我把它送到我们要显示的这个Text 这个文字里面 那我想要显示资料夹名称的这个Location位置呢 我们就以每一个Path的编号0的位置来放 我这边直接给它List Item 然后送进来 那它现在这个Path名称是List状态 所以我在这个Item后面需要按右键选择Flatten 这样再把它送进来 这样子的话就会看到这每一个Path的位置了 所以在深灰色这边是Path0 紫色这一条是Path1 这条是Path2 我先把它这个印藏 这样子来看 所以我如果在Relative Item这边 我让它每一个Path偏移1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以A而言的话 这个的话是偏移前的这个位置 我先把它送进来 那在这边会变橘色是因为它这个资料夹的编号前面有多余的0 我在这边按右键选择Simplify 好 那可以看到这边是维持跟刚刚一样的一个顺序 只是它编号19的资料夹不见了 因为我这边偏移1的顺位 然后在Wrap这边是先选择False 所以如果偏移1的话会有一个资料夹不见 所以这边就变成只剩下19个资料夹 就是到编号18 那如果B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就偏移到这个位置了 这个是偏移前 这个是偏移后 所以如果我在这边输入加2 它就会偏移到这个位置 然后一样就会少两个资料夹的编号 在前面这边它也会后面会少两个资料夹的编号 好 我们先回到加1 然后这个的话是针对Path 我们可以在Offset这边增加针对List的调整 我把这个List一起打开 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输入中括号 然后我一样是加1的一个顺序 这样子的话 它的这个顺序每个都会被往后推 也就是原先这边是编号0 会变成这边才是编号0 然后我们在WrapItem这边 它现在也是False 所以前面这个就会被删除掉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Shift后之后 这个边就会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就会变成是往后推一个顺序 那这个的话是偏以前的 这个的话是偏以后的 这样 好 那我这边就先删除掉 那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偏以前 与偏以后的这个顺序 我们来将它做连线 我们到Curve底下这边选择这一个Line 我直接把它这样接起来 这样子的话呢 就做好这一项的连线了 那如果接下来我想要的是这样子 另外一个方向的斜线的话 我们一样可以在Obset这边给它新增规则 现在是Path加1然后List也加1 我们可以把它往下复制 我们以这个位置来看好了 我们如果Path加1是这样子 然后List也加1 是这样 那如果我是Path加1List-1的话 就会是这样 所以它会变成是从左上到右下 这样子方向的一个连线 那我们就在下面的这个装括号这里把它改成是-1 然后在这边按右键选择Multi-Line Data 这么一来呢 我们就会画好了两个方向的箭头了 我把它这边拉开来看 稍微缩小一点 那你会看到它这边 最后这里并没有一样做连线 那是因为我们在Wrap这边 我们现在两个预设的都是False 我们可以把这个WrapPath把它打开 这样子的话就会所有的都 都有画到交叉的线 那我们 那我封面呢 因为造型需求 我有把这边先让它维持是False的状态 那我们这边就先让它维持False 好 那我把这个先隐藏 那接着呢 我想要针对这个分点完的线 我们重新给它做一次横向 这样子的连线 我直接在这边做一个Polylight给它 这样的话就会是 分点完后的这个连线了 我们就把这个Scale的这边先做隐藏 好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一个横向的线段 我们来将它做Loft 我把这个Loft把它移过来 然后在前面这边 我们按右键选择Flatten 这个我也先隐藏 好 这样的话呢 就做好这个基本的面了 那我们可以回头把这几个线段 我们把它Merge起来 我们到set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个Merge 我们把它集结整理起来 直接都这样子送进来 那它现在这边每一个都是有资料结构 它都是虚线的状态 那在后面这边我想要做的是 我把它这边每一个都排起来 所以我这边并不需要维持它的资料结构 我在这边直接按右键选择Flatten 那如果我们要把它Pipe起来的话 我们就到Surface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个Pipe 好我直接把它送进来 然后在半径这边我先输入一个小一点的数值 输入0.2 好那在cap这边我们把它输入是round 然后它是圆的 好这么一来呢就就做好了 那我们也可以到前面这边 我们把这个Polygon 一开始的Polygon我们给它增加一点导圆角 让它的这个边是比较圆润一点的 在这边输入2 好这样子的话就会是 打好圆角的一个轮廓线 再回到后面 稍微缩小一点 那我们这次也可以试着使用其他种Pipe 我们原先使用的是这个 那在subd底下呢 这边有一个multipipe subd的话是介于Surface跟Mesh之间的一种类型 那subd的话它就是细分曲面 结合了Mesh、离散、快速编辑 以及Nurves可以准确呈现模型的特性 那我把这个Pipe先删除掉 把它替换到multipipe里面的这个刻 然后在NodeSize就是它管劲 这边我们一样给它输入0.2 这么一来呢就做好了 我们也可以试着把它 back回Ryno里面看看 那如果你不想看到这些线段的话 可以在这个subdete的wires 这边我们把它取消打勾 那我们也可以回到前面GraphMapper这边 来做一点造型上面的调整 像是让它粗一点啊细一点 或者是你们也可以试着更换这个GraphMapper 把它换成不同的函式 或者呢也可以增加在Rotate的这个角度里面 让它连在旋转角度的时候 也是利用GraphMapper来旋转的 然后封面的这个Polyline 我这边有把它做封闭的 让它这边增加一个横向的一个连线 好那这是今天的案例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 一开始呢我们先画了一个Polygon 然后使用Series搭配Move 来产生一系列往上的推移 并且呢我们使用Rotate搭配Scale 以及GraphMapper来做一些造型上面的变化 那接着呢我们将这些每一个线段 进行分点 将分点之后的资料结构 使用FlipMetric来翻转 翻转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画出直向的这种连线 那在翻转后的资料结构呢 我们也使用了RelativeItem 编写它Obset的规则 达到这种可以偏移Path 以及List的效果 也就是画这种斜线 那在最后呢 我们使用了SubD里面的Multiply 来产生比较有机一点的Path造型 那这是今天的案例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哦 那想大力支持我的你 也欢迎使用超级感谢的功能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